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行最后的比拼 可当主持人杨岚宣布周深作为揭晓嘉宾 上台来揭晓第一位浪花们选出的宝藏姐姐时 舞台上忽然台风大鸣 变成了大型斗毛现场 首先杨岚老师问对周深发问 哪一位姐姐给你带来的惊喜最大呢 杨岚姐 杨岚老师 30位姐姐都坐在台下 你问我这个问题让我怎么回答呢 我觉得每位姐姐都让我们感觉到 挖到宝藏的惊喜 这回答被杨岚老师调侃说的是很真诚啊 但是求生欲太强了 当被要求必须要说出一个姐姐的时候呢 周深瞬间变乖乖猫 手舞足蹈的说 每个姐姐都很惊喜 那我来先说一个吧 嗯 还磕磕了两身 轻轻嗓子 鞠了个90度的公 再哈哈大笑几声 就差跺脚了 可见他多紧张呀 满满的求生欲 台下可是30位姐姐呢 说谁好呢 果不其然他找到了一个出口 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各位浪花 我排了两个月了 终于拿到了号 来到现场 终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我们超级耿直 超级可爱 超级惹热爱的张雨琪姐姐 我终于认识你了 而且一定要重申一次 我真的真的认识你 而且您真的不是人间鹦鹉 您是人间recation王 接着那台清唱了一句粉红色的回忆 说粉红色的回忆MV绝对不会胜拐 Everybody都知道 您有无限可能的宝藏姐姐 对不对 配上台下生命和观众强劲有力的回应 而粉红色的回忆是张雨琪接下来要演艺的曲目 周深现场这样给张雨琪打call 超级给力了 对于另外一位之前在微博上面cue她的万倩姐姐 被她称为是5G网素人士 她也现场回应打call 当时还用童声轻唱一句 达拉崩巴班德被递捕多比鲁翁 趁这是微博小尾巴的暗号 并承诺自己已经完全记住了 还双手大喊 我真的真的认识你万倩姐姐 看着她满满的求生欲 杨岚打趣的 你认识我吗 啊当然认识了 别挥着双手往台下大喊 我真的真的认识大家 真的是可爱的不要不要的 周深之所以 首先说出这两位姐姐呢 是因为在之前青春环游记玩儿 猜游戏环节欠下了债 当时呢周深还因为没有认出张雨琪和万倩姐姐 被两位姐姐隔空喊话 还几次被推上了勒搜 游戏中让周深猜影是明星 她就好像是戴了隐身的眼镜一样 但是唱歌呢 但是猜歌呀猜歌手呀 她可是秒中的 这也说明她的业余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了自己的音乐领域 真的是做到了专心做一件事情 其他的都没有过多的关注 不过话说回来呢 欠下的总是要还的 事到如今事情虽然过了两个月 但是终究逃不过现场认证 她也很认真的说 杨岚姐姐刚才我说的每一句 都是自己想说的话 我也特别的亲切的问你一个问题 您觉得什么样的姐姐 才能够称得上是宝藏姐姐呢 把自己吓一跳的姐姐 才是宝藏姐姐 这猫猫伸出爪爪开始挂了 宁晋姐姐表面霸气正面刚 其实呢她又温柔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酷酷的正习 李斯丹妮姐姐呢 又是酷又可爱的 还有我们人间精灵 玲玲子黄玲姐姐 又美又温柔的伊南静姐姐 迪士尼公主张涵韵姐姐 还有我们非常漂亮的金晨姐姐 以及每一个姐姐都是宝藏姐姐 真是挨个夸呦 节目刚结束 她就被大家称为彩虹屁机器 之前读生米的信 回复博文的留言 还总说 咪咪子夸的彩虹屁太大了 自己听不下去 可是今天呢 宣生子 以后怼米的时候呢 你也回想一下 今天您这一档 彩虹屁机器的高光时刻吧 成分特要的姐姐 是比赛节目 有比赛就会有输赢 本来呢 看着场上的姐姐们 在各个的位置里加油 还觉得氛围蛮紧张的 不过有了周深这个活宝 在调节氛围 忽然觉得场上的 比赛成分不多了 更多的是 大家享受此刻的快乐 哪里有周深 哪里就有欢乐 她真的好暖哦 她一直都想要当偶像歌手 可是此刻 周深夸起人来 毫不吝啬 真是挨个端水 个个夸呀 周深真的是好温暖的一个人 还记得有一次 在湖南卫视 参加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当时无心 还有另外一个小姐姐孙姨 和周深合唱 左手指约 何老师就问了 周深 你觉得无心和孙姨 他们俩谁先跑掉的呀 周深脱口而出 我先跑的 周深真的是太搞笑了 反正呢 小兵总结下来呢 周深就被挖坑的时候 自保的规律就是 当被cue别人 和自己的时候 不用说 那就把锅 首先都甩到自己的身上 当被cue两个 或者是两个以上的人的时候 那就不分先后 前后左右 爆发小宇宙的内发 挨个端水 使就夸 另外9月5号 跨界歌王七强选手 进行了一场 致敬金庸先生专场 这次来的帮唱嘉宾有周深 任贤奇 张碧成 王子义 还有王林凯 5个人去帮助7个人 演唱金庸武侠影视剧的 经典歌曲 这期节目 金庸先生的儿子插船抽 也来了 说实话呢 昨天晚上周深的到来 小编真的有点为其担心 不是因为他的唱功 而是有点害怕 以丁泰生为首的评审团 因为他们的评判标准 都是清歌赛的标准 而不是跨界演员的标准 点评都是以系列著称的 但是果不其然 节目从一开始 就进入到了评审团的时刻 首先演唱的是 江潮和张碧成 带来的归去来 对于张碧成的演唱 评审团也是送上了赞美之词 但是江潮呢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两个人完全就不在一个key上 第二位出场的是 刘端端和任贤奇 也没有那么幸运 一首任逍遥 任贤奇还是原来那个味道 而刘端端的演唱被说成是 受任贤奇影响厉害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在前边接连遭遇 评审团的系列点评之后 周深首先帮唱小沈阳演唱 他们带来的是一首追梦人 这是凤飞飞的一首歌 周深在这首歌当中 完全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 确确实实用字的合音 帮唱小沈阳 困难点就在这里了 如果正常发挥去唱吧 那确实有点宣兵夺主之嫌 所谓的帮唱角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卖力去唱吧 就不会达到应有的效果 两个人的演唱之后 丁太盛老师竟然举牌了 他说周深的演唱合身很美 配合得很好 只是小沈阳有点投入的感情太多 这点评估计又得让小沈阳迷惑了 到底唱歌是用嗓子炫技好呢 还是用感情去演唱呢 第二首歌两两相望 周深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完美 只是李小萌的演唱有点拉瑕丝 当然丑老师也没说他了唱的不好 只是他更喜欢新小琪的独唱版本 对金庸老师的影响力 周深也是在微博当中特意强调 每个孩子都曾经扮演过一个侠客 天下有情人追梦人 两两相望 爱上张无忌 这些主题曲 陪伴了他的童年 而且他都非常想唱 跨界歌王丁太生两次举牌力挺 周深微博透露金庸对自己影响大 您心中有一个武侠梦吗 在金庸先生的作品中 哪位英雄人物是您心中的最爱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